就像这些塑料鞋我真的很爱 小时候穿腻了的这种塑料图鞋 现在都变成大牌同款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三三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几双 有层架 然后呢有颜色线念 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塑料水晶鞋 这点不可以开不 像这一双就是我最喜欢的 这双呢还确实是有一些岁月痕迹了 因为它已经伴随了我整整八个夏天了 八年前我就是第一眼 就相中了它这个水冰洋气水这种颜色 因为它是这种透明的暖色调 所以穿在脚上的时候也不会很突兀 再加上它又是这种中根的设计 穿上立刻就会有拉长小腿的一个效果 就这种全塑料一体的 就真的是可耐磨了 就算是穿脏了洗一洗 就立刻又跟新的一样 如果姐妹们这种塑料鞋就刚上脚的时候 它就是会有一些磨脚的情况 姐妹们可以先把它穿在脚上 用吹风筋的暖风呢 吹一吹我们磨脚的位置 不管是现格这么倔强的塑料鞋 都能被驯服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这位小个子 我特别喜欢的几双塑料鞋 是不是很可爱 像这个款式呢 我是一次性的入了两个颜色 尤其是这双全透明的塑料高跟鞋 这双真的是我的心头暗 它像不像灰姑娘 掉落在城堡里边的那个水晶鞋 是不是 只有女生才懂这个点 它后面那个高跟 别看有十厘米 但是它前面还有一个这种 比较厚又很松软的防水台 像它里边这种鞋底嘛 也是这种塑料鞋里边 少有的这种松软 就是穿上它 这个双脚就像是踩在两块面包上 我经常出门就穿这个鞋 一整天七八个小时 就后脚就完全不会痛 这个透明的颜色 我觉得它的使用率还蛮高的 一双鞋搭配不同的袜子 可以穿出不同的风格 就完全可以做到 一周七天不同样 这粉色这双我也可喜欢呢 就是很像我们小时候 玩的芭比公主穿的鞋子 这个点又是只有女生才懂 就别看它好像非常的卡哇伊 但其实它的搭配型还是很强的 像搭配短裤啊 或者是裙子啊 再或者是搭配长裤 就是直接一个人间芭比 怎么办 姐妹们这两双真的很喜欢 夏天什么时候到啊 然后呢就是这双呢 去年这种厚底的洞洞鞋 真的是超级火 好多女明星都在穿 这几年它也是跟不同的品牌 就合作了很多新的款式嘛 我去年没有直接买 就是可以自己DIY的 他们家的厚底鞋 我就直接买了 他们这种合作款 上里面这双鞋 它真的是 各方面元素还挺多的 它整个颜色就是黄冲冲的嘛 然后它上面也有 他们自己搭的这种立体的扣子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种毛毛的东西嘛 然后这种夏天穿的鞋子上面 有这种毛毛的锁标 觉得哇好可爱 好想拥有它 不单是它摆在这里看 还是它上脚的效果 都是丑萌丑萌的 就算是全身穿的很素啊 就很普通的那种T恤或者长裤 就只是要搭配这双笑脸鞋 它就可以立刻抓住别人的眼球 最主要的是 人家还是比较喜欢 它这种矮子乐的那种超厚底 穿上真的可以 立刻长高8厘米 姐妹们 夏天还有几个小时来到 我好想穿我的塑料鞋出门 我爱穿塑料鞋 你爱穿塑料鞋吗